你去跟行政机关申请说 诶 这一个农舍的土地已经变成不是农地了 这个不需要这么多农地来配合它吗 但是呢 各位 你去申请 它虽然写成文字说你可以解套会 但是公务局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通知地震取消筑记 那我好高兴 我这个地的那个土地藤本 本来有筑记说 上面有农舍 非经解除 套会不得分割 我很高兴 这个筑记拿掉了 可是各位 这块土地上 它又给你写了 它有民国七八十年的一张使用执照 有一个号码在这里 其实这块农地还是农舍的基地 它是跟你讲 我只是取消筑记 并不是解除套会 所以各位 解除套会还要进一步 要做什么 那各位 第二个呢 老师要来讲的就是 农地套会 那么农地的套会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可能是爸爸好大一块农地 爸爸给哥哥给他儿子在上面申请盖一个农舍 那各位 这好大好几甲的农地是一笔地 所以它全部都是被什么 因为农舍也要申请建造 所以各位 它也是被这个建造执照给套会主了 好 那各位 以后呢 这个农地 大家想要去分割 或以前呢 协议分割 以前管制也没那么 所以在这个分割呢 是属于民法上地政在管的 就要割一割 各位 已经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地号了 我自己在两分半以上 我要去申请农舍 全部不可以 因为被套住了 这种情形一般来讲 这么大 我们直接做检讨 那么只要你是两分半2.5公顷 那可能就是牺牲到这里 你这里这样就有两分半 其他解开 这个叫解除农地的套会 那各位呢 这是一种状况 就是单一笔土地的情形 那各位 第二个比较常见的 经常是自己的一块农地在这里要盖农舍 那我的农地就这么小 没有两分半 那么结果我就去跟别人借 所以这个A地要盖 那么我B地就被借过来了 那所以被借过来 我们在申请建造的时候 我们会跟B地的人出去土地使用同意书 那一出去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这一个农舍的基地 那各位 我们现在呢 当然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当初我们的政工所 因为它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共有是集于这一整笔土地的土地上 甲呢 要盖农舍的时候 这个土地是乙丙当初都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共有 结果呢 他就得到这个乙的同意啊 就用乙的二分之一的面积算起来就够了 可是各位呢 在套汇的时候 因为它是同一笔 那么他们又没有半分管 所以是整笔都怎么样 套住了 那各位 后来这个饼呢 或是它卖给丁了以后 因为以前藤本都没有租基嘛 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个蛮大的人物 他的农舍回归使用就是发现到 他们要借来借去 农地都被借来借去 结果被套住了以后才普查 普查了以后 我们在藤本上就会写 未经解除套汇 不得分割 那个就是筑记啦 就筑记 提醒别人说 哎呀 你们要注意啊 这个农地呢 有没有被套汇 没有经过解除套汇 是不可以分割的哦 那各位 结果这个丁呢 就来告国陪 说你怎么可以没有得到 另外一个共有人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就把人家整块地都套住 这个官司还在打 就是到底够不够成国陪 那个法官一下子认为够成 一下子认为不够成 现在又发回更审处理中 我们市府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案子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公务员 对这个共有的概念不清楚 所以就觉得说 反正算他的持分面积够了 就拿来凑 但是他没想到说 你没有办分管 也没有办分割 那也没有得到人家共有人的同意 怎么可以这样 各位 这很多耶 那个我们以前的政工所的这些人 他们都只有学建管 根本没有学民法 都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就用这个持分面积去核算 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套汇那么多问题 就是如此 好 再来 还会严重 第三 那么这个解套汇 有三种情况 在农地农舍的兴建办法里面 有这三种情况 刚刚这一种是 当初好大一块地拿去给他用 那么现在这边可以检讨 因为他用不了那么多 所以这边的套汇就涂掉 那么这个房子就限制在这里 照法条的那个规定 这是第三种情形 就是本来就很大去检讨 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这样 当初如果这一块地 是农舍所在的地方 那我申请了建造执照 那么这个AD 这个BD已经被套进来了 但如果这个AD 以前是农地耕地 现在因为都市计划等等 使用分区变更 变更为什么 变更为非农地 各位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是可以来办解套汇的 那各位现在就来了 你去跟行政机关申请说 这一个农舍的土地 已经变成不是农地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这么多农地 来配合他 因为那以前是十分之一 我要申请解套汇 各位要注意 这个时候 你如果观念没有很清楚 没有听老师讲的话 你一定去跟他说 这个农业的办法 第八条有三种情形 这一种情形 是可以申请解套汇的 他虽然写成文字说 你可以解套汇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公务局说 我知道我知道 他变成非农地 不是农地 所以他不必这么多 配合的土地 所以各位我要告诉你 他说我会通知地政 取消筑记 那个筑记就是 本土地有经过套汇 非经解除套汇 不得分割 老师上一次有讲过 农地如果被套汇的话 就绝对不能割的 这个是最高法案 目前一致的看法 他不管你行政管制 他说农地就是要维持农耕 比刚刚那个建地 有两种看法不一样 这农地说就全部不能分割 连变价分割就不行 连价钱找补就不行 这还是蛮值得探讨了 但是目前他就是不得分割 就不得分割 这个实在是需要好好检讨 行政管制是否 可以作为施权的限制条件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研究议题 那老师呢 他们就在研究行政跟民法的 这个交界领域的一个效力问题 那所以他就是储与消筑记 那所以各位 藤本就没有筑记了 土地的藤本以后就没有筑记了 那我好高兴 我这个地的那个土地藤本本 有筑记说上面有农舍 非经解除他会不得分割 很高兴这个筑记拿掉了 可是各位呢 这一块土地上他又给你写了 他有民国七八十年的一张使用执照 有一个号码在这里 那其实这一块农地 还是农舍的基地 各位 他是跟你讲我只是取消筑记 并不是解除套位 所以各位解除套位还要进一步 要做什么 第一个把房子给拆了 拆了当然就已经没有建造执照 使用执照去申请拆除执照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农舍买了 然后去申请拆了 那这个时候拆了以后就没有建造 没有使照 这是一招 第二招是什么 你要乖乖的 因为各位当初这个农舍 我们政府发给他的 是农舍的建造执照 也是农舍的使用执照 所以他要求你去变更使用执照 你要变更使用执照 把农舍变更为一般的住宅 那各位农舍管制比较严 变更为一般住宅比较简单 所以你要去申请变更使用执照 把它变更为一般住宅 那各位你如果没有去变更住宅 因为这一间房子还是农舍 这一块地还是他的基地 你如果把它变更为一般住宅使用 那就变成我们在这一块地来检讨 检讨建幣率是不是60% 那搞不好这一块地就够了 那如果这一块地不够 那我再配地配一部分给你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情形就是一定要变更使用执照 一定要变更使用执照 各位那你知道这个多可怜吗 你变更使用执照会碰到两个问题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去配合你 因为变更使用执照也是这个A要来申请 这个AD上农舍的人要来申请 所以各位第四农舍要变更使用执照 那么这个情形的时候 要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能 或是这个使照的所有权能 或是建造的所有权能来做变更 他要来申请 各位又来了 他不愿意来配合申请 不愿意盖章 那不愿意盖章的时候 B地的人就来告AD农舍的人 应该要协同办理 各位注意了哦 这里面也是民法767的中断 妨害我所有权 但是要协同办理解除套会 那申请解除套会 其实它的关键 它的关键在什么 变更农舍的使用执照 变更农舍使用执照 所以这里面或许给他写清楚 他应该协同办理 变更使用执照 解除B地的套会管制 打官司要这样子打 那么各位打赢了以后 我们如果胜数了就可以拿这个胜数办决 代替这个AD农舍的所有权人去盖章 那各位呢 那变更使用执照的时候原则上又来了 各位你要去跟机关申请的时候 又碰到机关 那个公务机关 管建管的这机关 他们又是跟你讲说 不行不行 你还是要给这个人来盖章 哦 又给你驳回了 所以各位呢 行政机关 本位主义我就讲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告到法院告赢了 说你要协同办理 变更使用执照 然后去做解除套会管制的这个行为 那你因为这个行为 而不为这个行为 各位 我们现在是到法院去强制执行 说你该做这个行为 你不做 我们要处以代金 这个强制执行法127附近的 因为一定义务不为 我们处代金 就行政机关来讲 他不应该给人家驳回 因为这个判决 已经代替 要得到他同意的这个部分 所以应该就要拿着这个判决 就我们可以代替他申请 代替他申请建筑师去检讨 可是各位 这里面的难度在哪里呢 因为啊各位 变更使用执照啊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台湾人了 你真的进入到变更使用执照的时候 问题又跑出来了 我们太多的违章 当初这个农舍申请好了 拿到使用执照了 就开始吃二工 这是二次施工啊 开始违贱啊等等 那各位现在要去给他变更使用执照 虽然农舍变一般住宅比较容易 但是因为你违贱啊 所以要打掉很多东西了 那你这个打掉的时候 你说我应该配合变更使用执照 好啊 程序上你用判决可以代替啊 但实质上去做变更的时候 他不打掉啊 不打掉你不能够变更回来 所以各位就卡住了 哎呀 所以因为建管的管制呢 导致于你的地没救 这种东西实在是 为什么守法遵守国家的法律 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各位呢 你这个时候还要进一步说 你变更使用执照 你不去把违章拆掉 去申请一般的住宅 你这个样子的时候 是因为一定行为而不为 所以各位我们申请强制执行 那么他不打掉的话 就请法院划贷金 划三万一直到三十万 可以连续处罚 罚到你要缴好几百万的罚金 你还不缴 你还不缴 当然就拍卖你的房子啦 用这样来处理拍卖你的房子 那我们这边再去把他的房子 给买回来 那这个时候 我有没有优购犬 有没有优购犬的问题 所以各位呢 这个真的是难哦 难到这种地步 这个农舍的解除套会啊 好困难 所以我们在农地呢 要借给别人 要开出这个土地 使用同意书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 他是我们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亲人 但是你没想到 往后 因为继承发生的这个变化 或是说我们两个人是兄弟 所以我就开这个同意书给你盖 那结果就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呢 这里面又牵涉到 那我们在实体法上 这个使用借贷啊 我当初呢 开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你盖 你这个房子 已经是民国五十几年了 折旧都已经完成了 都不用缴房屋税了 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年 七八十年的房子了 那你这张照还套住我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 终止使用借贷 终止使用借贷 我不借你呢 我这个地呢 不借你当作基地了 我这个地不让你当作基地了 我去法院告说 终止使用借贷 把这一张土地使用同意书 给你终止掉 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告你财务 可是这是别人的土地上的房子 你怎么告到财务呢 所以各位啊 行政的管制呢 造成我们司法上权力啊 好大的影响 所以各位呢 买地要注意啊 水很深 买地里面藏着非常多的凶险 所以我们要慎死啦 小心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个行政的管制 会导致于你的土地将来无法解决 那么我把目前食物上碰到的问题 很完整的跟各位讲 我们关于建地 还有农地的解套会 我们去告了以后呢 他食物上碰到的问题是怎样 然后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呢很多人不会 你如果没有相当的食物经验 是没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那么我也提供各位啦 谢谢大家